今年第一季的转售族价格增长1.7% 高过去年第四季的1.1%涨幅 这也是自2022年底以来的最高涨幅 不过当局表示转售族市场已经趋向稳定 来看记者 图静强的报道 建务发展局发布的预估数据显示 第一季大约有6900个族单位转手 比去年统期高出5.5% 过去两个季度的房价涨幅是2.8% 和去年第二季以及第三季的总涨幅一样 这显示族转售市场已经趋向稳定 不过当局表示经济前景面对不确定性 房贷利率也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无人在买房时必须保持谨慎 政府也会密切观察房地产市场的走势 并且做出必要调整以保持房市稳定 建务局6月将在加冷黄埔 女皇镇 丹宾尼等地区 推出大约6800个新组单位 市区重建局发布的预估数据则显示 私宅价格和交易量进一步放缓 私宅的价格在第一季上涨1.5% 低于去年第四季的2.8%涨幅 截至3月中有将近3500个私宅成交 交易量环比下跌两成 エンデ лю松